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了我們的素人挑戰改造的時間 那我們這次要挑戰的素人 他叫幫幫 主角很精緻 眼睛蠻大的 他整個都圓圓的看起來好可愛喔 感覺就是在學校會變成很多男生的那種笑話 好期待喔 不知道今天這位素人到底會是長什麼樣子 對 嗨 嗨 妳是 棒棒嗎 是我 嬌羞的感覺 遠遠的 愛吃的完美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不太懂化妝的女生 今天是素顏嗎 我今天是素顏啊 那妳要來化妝幹嘛 妳要不要先回家 妳應該是以前在學校是笑花吧 我是笑花旁邊的根本 因為我有很多困擾 像我就是屬於乾性肌膚 然後所以如果沒有做好保濕的話 就會很容易補粉啊 然後像我臉也都是圓圓的 就是水腫很嚴重 我有的時候出門就會很像泡過伏馬鈴 就想要知道怎樣可以讓我的五官再立體一點點 畫出眼睛比較大的感覺 好喔 那就讓我們趕快開始今天的改造吧 他很愛往屋外跑 所以我第一個就幫他選比較屬於控油型的試底乳 之後又注意一下防曬系數 讓他在戶外的時候可以加強抵抗紫外線的部分 接下來上完試底乳啊 就是我配方選用的是萊雅的24小時粉底液 它這個淨流 它也不用擔心說容易脫妝的問題 局部的我們建議先從我們的眼下三角區開始先上 那我會建議其實在用刷具的時候 可以建議先把粉底液先均勻塗抹在臉上 然後再透過刷具 然後讓那個粉體可以彈入在我們的肌膚紋理裡面 讓它變得很服貼 讓妝其實會變得很持久 而且妝感可以變得自然透亮的感覺 幫幫他其實給我的感覺 雖然是比較甜美可愛型的 對但是其實我覺得在跟他互動過程當中 我發現他其實蠻有活力的 所以我今天幫他打造的一個眼妝 其實是比較走橘黃色調的 幫幫他的眉毛的毛流比較稀疏一些些 其實這樣子的眉型 我是覺得用眉筆就可以快速勾勒 那我有一個問題就是因為像這種比較淺色的那個 他都帶那麼多珠光 我眼睛會不會很容易拋拋的 所以我加一些咖啡色的色調 在他就是睫毛根部去做就是立體度的簡稱 其實這樣子就可以讓他的色調看起來更分明 他的眼睛就會看起來更有神 那因為我們使用顏色會比較繽紛一些些 所以我就會建議你在第一步驟的話 一定要先使用這個淺色去做打底 在我們的眼中這邊先鋪好我們的底色 那他也可以預防我們眼周比較會有一些膚色比較暗的一個問題 鋪完之後呢我接下來會在我的眼頭 帶一點點我們的 就是一個均黃色的一個色彩 那接著的話呢我就會使用像這樣帶一點點橘色的 在我們的眼尾的地方 開始去做暈染 那他這個刷具的話 因為他的毛質非常的細緻 而且他的抓本力也很好 其實我也還蠻建議 其實在畫眼妝的時候一定要選對工具 因為像我今天使用的那個BBI的刷具 他有眼影刷有兩種 那我一個的話是先使用扇形的那一支 可以先針對鋪色大面積的去做暈染 他更特別的是他還有另外一支是 小的錐形的眼影刷 那其實這一支他在眼尾或深邃色的一個勾勒上面 我覺得表現都還蠻不錯 其實今天看到他的時候 我覺得他很適合走鄉村女孩的路線 所以我就幫他打造了一個賽桑雀搬妝 那我使用的腮紅顏色是比較偏珊瑚橘 我會比較推薦如果要化賽長妝的朋友 他們可以選用比較有弧面的設計的刷具 像BBI這一支他就是做曲面的 他可以比較好貼合我們的臉型 那雀斑的話我是使用眼線翼筆 那眼線翼筆他可以讓你的雀斑看起來比較持久 而且你可以利用眼線翼筆的尖端去製造出斑點的大小 然後他也可以利用他還沒乾的時候 稍微按壓一下那個會更自然 看著他就會不自覺療癒起來 動靜皆宜的美少女來著 哈囉 外場的朋友可以給我一點小意見 我覺得差蠻多的 因為改造前我覺得他就是愛吃 改造後就是懂吃 我可能會跟他說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野餐喔 好 我不會跟我說